驻日代表谢长廷利用复日出席第二届日台交流高峰会的空档 造访了他在43年前留学日本时曾住过一段时间的京都 也到了京都府厅拜会京都府之事三田起二 要加强当地与台湾地方的城市交流 货别多年再度重游就地 驻日代表谢长廷感触很深 接着出席第二届日台交流高峰会的空档 谢长廷回到他43年前留学日本曾住过一段时间的京都 尤其在京都大学附近的哲学之道 过去常常到这里来散步 几年过去景物依旧但观光客变多了 以前我就住在那一族 他都会走路到这里来再走路回省 留学的地方 没有什么变 那个湿水的地方 人家有点 人家 好像有增加的感觉 谢代表站在客友哲学之道 自个自的大石头旁受访 这也是这条散步道的起点 谢代表指出台制关系 目前需要加强与县市的交流 唯有让交流变成制度 才能顺利的传承给下一代 面对哲学之道 专门贩豆类煎饼的店家 店里第一天上班的公读生正好也是台湾人 谢代表德之后特地前往捧场 并与台湾观光客握手问候场面温馨 大石是你们的偶像吗 大石 接着一行人来到京都府厅 拜会近日刚访台回来的 府之室三田起二 聖起来的 聖起来的 我今天有很多人的 опыт, 也有很多人, 我想要去做的事情, 但我都不想去做的事情, 我想要去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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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去做的事情。 山田知事对台湾观光客 踊跃到房京都表示感谢 并与谢代表就台日的现实发展进行交流 今天拜会知事非常有诚意 大家也感到很高兴 他很忙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提升现实间的交流 他也觉得说台湾观光客 介绍台湾的交流的变化 他最近才去台北跟高雄 他印象深刻 我们也希望说多交流 在县市的议会或者县市政府多交流 山田知事透露他访台同一时间 也有多位日本地方自治体的首长在台湾参访 让他感受到台湾对日本的重要性 最后双方互赠纪念品 期许未来台日间的往来 更加繁荣 台湾宏观电视谢惠之 日本京都 台湾报导 之后 大致